屏東一間臭豆腐店 店家標榜他們家的臭豆腐 都是用植物天然發酵的 開業八年生意相當不錯 而就在前兩天有顧客吃完之後 直接網路給負評 甚至影射店家的臭豆腐是添加了鞍粉 讓業者強烈不滿 認為名譽受損 直接提告 一塊塊臭豆腐在油鍋裡不停翻轉 臭豆腐獨有的香氣 更是讓人聞了口水直流 這是屏東一家 標榜用草本植物 發酵的臭豆腐 在當地小有名氣 沒想到竟然有顧客用餐完留言評論 說臭豆腐有淡淡的化學藥劑 鞍粉的味道 還說還是不要再買了 讓店家相當生氣 認為名譽受損到警局報案 他在網路上留言是用影射的方式 顯化學藥劑鞍味道 正常消費者 你看到這個評論 你本來要來吃了 你會啪啪的 你就不可能來吃了 事實上我是沒有使用那個東西 因為我不敢用 那不可能非使用 這是紅線菜 每一次發酵都要新鮮的 店家特地公開自家臭豆腐的製作過程 豆腐是自己手工製作 再用草本植物打枝 加進食用酵素 跟豆腐一起發酵 接著才能下鍋油炸 創業八年來 都是依照這樣子的流程 在製作臭豆腐 不甘心一路走來的堅持 被人惡意抹黑 老闆罕見在臉書PO文回籍 也到警局報案捍衛自己名譽 我們有在Google評論裡面回覆給他 然後說你這樣子對我們印象很大 結果隔天早上起床的時候他就不見了 蛋白質這種東西發天然發酵 或者是化學發酵都一定會有那種味道 家人啊老人家吃起來反應都不會覺得 之外很不舒服幹嘛這種問題 老闆說這名網友之前舊的評論裡頭 也有好幾家餐飲業者遭到他留言批評 而就在店家留言回應之後 這名網友立刻刪文 不過店家還是想捍衛自己權益 已經到警局報案提告 希望警方能夠找出這一名網友 為他在網路上的不當言論付出代價 記者林安平 評論報導